之前真的常常说我们选择股份的话 应该选择一些品牌股 应该就中长线都没需的嘛 那现在这个方法还是不是的呢? 这个就不会不合格的 这个是持之以恒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了 因为你做生意就没东西好过做品牌的 就是品牌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个add-on value 你就给我们那个add-on value 如果你做得好的品牌其实你是很厉害的 长远来说其中一个很主要的radio creator就是品牌 另一个radio creator就是network或者是科技 所以你品牌股你怎么都是一个投资的重点来的 只不过是品牌股就是你赢和输之间的距离可以很大 譬如esprit你就变成了输死人 那你要明白就是品牌是一些虚的东西来的 就是在一个人的心理价值高的品牌其实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 那其实一个好处就是种到一些好的品牌 其实你的回报是长远来说很厉害的 譬如你李宁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做asset management的时候 李宁就差不多上市的那时候 那你都在说几元上现在是一百元你升了二十倍左右 那你就是如果你是种到一个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鼎你可能输很多个了 所以你在一个投资的方向里面 你的品牌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一个投资料一部分来的 只不过是就是losers那个影响力都可以很大 因为大家看错书的话 其实那个downside都可以很大 因为它是不是看它有什么asset的 而是看那个所谓bank equity那个心理因素 去决定的价值